大家好 看人了不见事大 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中国国内 现在有几个有钱人 又遇到新麻烦了 第一个是刘强东 京东的帅哥刘强东 在北京 现在谣言满天飞 绝对是谣言 谣言是真的是假的 不知道 只要是谣言咱赶紧说 在吐强中国 谣言就是你现在一远 谣言就是真相 没话说 说这个刘强东啊 耐不住寂寞 在北京找了几个小姐 在自己的豪宅里面玩 结果呢 被人仙人跳了 被人当成嫖娼给抓起来了 现在呢 警察已经介入 要多少多少钱 开口就是好多好多业 要搞钱 是吧 所以这个北京呢 这个京东公司的第一时间就站出来了 屁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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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注意到 说这个网上有这个不法分子 是不是 你看这些话 一听就他妈的有毛病 是不是 我们注意到网上有不法分子 是不是 散布这个谣言 称流信伤人 设限违法被抓 是吧 完了以后呢 该谣言 被这个别有用心的人 刻意发布在京东相关的新闻动态下面 这个混淆视频 操纵欲论 我们对此恶劣的刑警表示强烈的封态 比以前公安机关报案 这个东西你不屁咬 啥事没有 你一屁咬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 这种东西如果没有的话 你根本就不在乎 是不是 刘强东这哥们身体太好 你看他的样子 身体太好 年轻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太理解他了 强东哥你也不容易 真的是 这个年纪正是浑身都充满了牙签的年纪 可以理解 你想想吧 上一次在美国就被人仙人跳了 是不是 不知道后来赔了多少钱 好不容易回到北京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又在北京又找一帮姑娘在一起玩 完了以后又不注意 结果被人又安排了 搞钱呢 你有钱呢 人家要的是你的钱 就这么简单 你屁什么谣呢 是不是 遇到这种事情 你根本就觉得没看见 你把相关的信息 不是在你京东的这个商品的下面吗 你把它删除不就得了吧 你还屁个谣 一屁个谣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告诉你 这个屁谣这个事情 也是有人在陷害刘相东 人哪怕出名 猪呢怕壮 刘相东太壮了 一定有人搞他的啊 我听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黄环相扣 黄环都是坑 黄环都是有人收拾刘相东 怎么说呢 说这个刘相东不是已经把公司的董事长啊什么 都让给那些个红二代的人帮他干嘛 红三代帮他干 但是刘相东毕竟年轻呢 年轻的野心不死啊 是不是 年轻的人生有两大困局 第一个是野心不死想干大事 第二个就是管不住自己的下面 必须要不断的找小姑娘 然后那抒情 那释放自己的能量 是吧 这可以理解的 刘相东跟那个他的媳妇挺年轻的嘛 结了婚 生了孩子 人家费祥老师都说了 再漂亮的女朋友放在家里一年之后 就没有任何感觉 人喜心厌旧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刘相东不错的啊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刘相东这个人不错的 首先第一他没搞同性恋 他没搞那些恶心的LGBTQ 第二他也没有吸毒 是不是 他那么年轻 是吧 那就喜欢几个女人 怎么了 王岐人老师说的很好 是不是 你都这么有钱了 你玩几个娘们 有什么事呢 算个什么事呢 关键是你人家要要你的钱呢 要你的公司啊 他们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牛强东在他的公司里面呢 还是时不适的 法好施令 没有吧 把权力完全交给京东公司的新任的高层领导 新东公司CEO董事长 各路的是爷 刘相东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 还在背后在垂年听证 搞得这些人不高兴 所以给他设局 你在纽约 是不是 你在北京 你在美国 你搞出人家事情出来 最多也就是搞点钱 一个亿 两个亿 对你来说不算个事 是不是 而且他们说刘相东的媳妇根本不在北京 在美国呢 所以刘相东他一个单身还在北京找几个姑娘睡一睡不很正常吗 是很正常 可是有人要你掏大钱呢 有人要你的权呢 所以基本上他们说这是有人故意一环又一环的给刘相东设的局 结果刘相东呢 由于年轻气身身体太好 浑身的这个金益储存太多 又没管住自己 又被人给 又被人给设局了 又被人给 给这个什么先人跳了 这回的先人跳那牛逼了 在北京 在北京害怕收拾不了你啊 赶紧搞钱 不搞钱的话 另外的大帽子就来了 说不定让你坐牢都有可能 最后估计就搞钱吧 这回搞钱估计不止一个亿 上次在美国他们说当时开了两个亿吧 那个给他设局的姑娘 两个亿小意思了 这回没有十个亿 二十亿 甚至一百亿 整个公司都要把你抢走 都有可能 哎呀 我呢 作为一个研究企业的人 我对刘相东的遭遇 表示深表同情 深表同情 真不算个什么事 真不是我这个道德品质败坏 人渣 我真不算什么事 关键刘相东 你怎么就 就没有一个知己呢 我觉得吧 我要是刘相东的话 我应该不会出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你应该要去用你的伟大的金钱 和伟大的才华去跟别人去搞什么呢 去找一个红颜知己 是不是 他除了喜欢你的钱 他还喜欢你的才华 喜欢你的人 他欣赏你 是不是 有些个牛逼哄哄的人物 他就是这样子的 哪怕他很有钱 哪怕他很有权 有些女人就不愿意为他肝脑涂地 比如当年的汪精卫 是吧 就有姑娘喜欢他 坐牢都把自己送去 让汪精卫过一过这个什么滚床单的 舒服一下 是不是 你应该有红颜知己 你这个找一些个小姑娘 人家也不爱你 人家对你也不欣赏 你就为了去滚滚床单 都不行的 所以人呢 一旦有了刘强东这么有钱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红颜知己 你会非常的寂寞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刘强东这个琴场水平不行 是吧 琴场水平不行 完了以后生意还不错 当然说有什么一种规律的 说男人就是琴场得意 商场就失忆 那反之依然呗 商场得意呢 琴场就失忆呗 刘强东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并没有红颜知己 有人说刘强东老婆都不爱她 因为这个伙计看上去有点土不拉几的 现在小姑娘都喜欢洋派的姑娘 刘强东长得还可以吧 处得稍微看上去土点 没什么事 一声叹息 在中国作为有钱人 真疼奶奶的不容易 说完了这个刘强东 我们再扯一个企业家 扯这个碧桂园 碧桂园的杨师妇女说已经在北京被抓了 本来这两个人都是塞浦路斯的公民 但是北京有生意啊 还是舍不得离开呗 结果被抓了 过了一会儿以后 过了大概两天以后呢 整个碧桂园公司又出来了 啊 批谣 说我们没有被抓 是吧 我们现在还好好的啊 不要说我们被抓了 好不好 我就说了嘛 这种东西你如果不批谣 我还觉得肯定应该不至于吧 再说呢 你碧桂园的娘 妙食妇女都是塞浦路斯人 你这会儿应该在塞浦路斯 你跑到中国来干嘛 但是你一批谣 哎 我觉得妥妥贴贴的啊 被抓了 就这么简单 你批什么谣呢 共产党最喜欢批谣 每一次我们说共产党的谣言 最后的证明都是真家伙 对不对 所以这个碧桂园的老板 这个大老板和小老板啊 妇女被抓 说是广东的公安局跑到北京把她抓回去的 把她带回广东 说是这个广东的这个房地产商人呢 一个一个都要被抓 既然这个许家印被抓 那么这个碧桂园的娘氏妇女也一定要被抓 说这个碧桂园的老板是王岐山 是吧 王岐山在广东当副省长的时候 为碧桂园搞了不少的土地 这是他们发家的 所以碧桂园里面有王岐山的股份 现在这个王岐山呢 跟习近平呢 处在撕逼的一个状态 习近平的家里人呢 想抢这个房地产 想有抢有价值的资产 是吧 许家印这边的没什么东西 看碧桂园有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呢 据说是习家的势力 是不是 一手呢 要抢碧桂园的钱 财产 公司 另外一手呢 要打压王岐山在房地产领域的势力 完了以后呢 把习家的财产呢 把它做大 做强 是吧 挺有点意思的啊 所以我作为一个研究公司的人 我还是一声叹息 是吧 你碧桂园的老板做房地产公司 在我的印象中啊 这个碧桂园的公司也是个不错的公司 碧桂园的这个产品开发呢 还不错的 他一直是学的是旺科 就是在大乘诗语的成交结合部 在开自己的楼盘 一直以来 碧桂园的口碑都不错的 这会儿估计被习近平的姐夫看上了吧 北京的兄弟兄弟们就这么说的啊 所以这两件事放在一块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整个中国啊 财富正在大清盘 大重构 一个一个的都是朝不保夕的 刘强东在北京被别人先任跳 说他嫖娼被抓 绝对是抢他的公司 进一步抢 抢他的钱 为钱去的 是不是 碧桂园这边也是 必定有人抢他的公司 是吧 那谁能抢他呢 如果说王岐山真的是他的团 是他后面的靠山的话 那一定是比王岐山更牛逼的人呗 那除了习近平的家里人还有谁呢 所以我的兄弟们告诉我的啊 无论是刘强东还是碧桂园的杨师妇女 这回都跑不了 什么是 这个叫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退财免灾 就这么一条路 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谢谢